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蔡英文总统时代就很强调的国使馆的任务 所以我们除了做总统 副总统的文物啊 或者是档案的公开之外 我们做过李登辉总统的口述史 陈衰扁总统的口述史 甚至包括李登辉总统时代的 了属顾旧的访问记录 时代改变了民众的视听习惯 面对5G高速及时的强势来临 国使馆更需积极面对数位转型 推动5G科技串联应用计划 我们这个计划是把国使馆定位为智慧国使馆 那档案史料文物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产 那见证了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 也是文创家质产业的基石 那面对5G时代的来临 国使馆更应该积极地面对数位转型 然后提供民众更好的一个服务内容 未能达成智慧国使馆的目标 国使馆已改过去偏重静态的展成方式 透过5G科技技术的应用 让观众不论是从线上展 互动式或沉浸式的展示中 回到历史场景体会事件的氛围 用多重角度来看展 有助于促进重大历史案件的再教育与省思 如果只是档案文物那是很静态的 如果能够有沉浸式的剧场 就像我们一楼展场 在台湾历史上的选举的这样的主题里面 有切出两块 一个是中立事件 一个是美丽岛事件 那都是在民主化的过程里 转捩点的地位 这样的过程如果能够用 沉浸式的剧场来表现的话 那会让不同年龄层的观众 都能够比较容易接受亲近 打破传统展览方式 透过科技结合应用 国使馆推行线上与实体的各式主题展览 并将每次举办的专题演讲 同步建置于国使馆的线上讲堂 我们近期推出了MR 智慧眼镜的互动展示 是利用我们的科技 让观众可以戴上智慧眼镜 那可以透过它在这个场域的体验 让历史事件能够有一个更深入的体验 AR跟MR的体验 我们都会定期的在我们国使馆的官网 那提供民众来预约导览 那都会有现场的工作人员 为大家来服务 提供民众不同的视角 希望可以加深民众的一个历史的教育 以及历史的兴趣 透过5G技术的应用 国使馆不仅让历史事件和档案文物 得到更好的推广 也将每一段台湾历史岁月的痕迹 延续着台湾文化的精髓和价值 持续为后人留下永恒的记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